大家好 我是堅持接受大家好房子的大旗 今天來到豐原 這邊是豐原的富女風景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站的是梯間 梯間的話他有兩個電梯 兩梯四戶 我們這個鄰居之間的這個動具是非常大的 不會說像說很多的社區他在 大家門對門的時候會感覺到非常壓迫 非常寬闊都可以 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在這邊稍微小奔跑一下 這個空間真的非常大 看到這裡 他這個是我們的逃生梯 逃生梯的話他有兩座 所以這就是最完整的規格 因為現在新的就是會需要有兩個逃生梯 所以公設相對高 那沒辦法 看一下這邊有滅火器 滅火器在這個位置 我們消防窗剛好在我們的門口 所以如果有發生火警的話 馬上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非常方便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公設空間 放鬆 在這兒 就怎麼把你吞壓 好 說 後面 這兒 先讓我拍照 一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看到的這一間 同樣的位置 不同樓層的話 只有我們這個樓層是獨一無二的 為什麼 因為他屋主是在買的時候 是用買他毛胚的狀態 自己精心設計裝潢 完成的這個偉大夢想 可以看到他這邊 就是玄關這裡啊 他有用這個 石頭的地板做一個裝潢設計 讓他有一個分個裡外 裡面的話 他是用非常高級的這種 耐磨木地板 用石木的木地板來做這個 地面 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這裡 他們的話就是因為 小朋友要讓他學習 每天好好的刷牙習慣 所以說這邊有幫他做這個椅子 那這邊有這個 洗手台在坐在這邊 所以他這一間衛浴的洗手台是這個位置 他是用這種滑門隱藏門 因為人家說門不要對門 那通常也是 有做這個巧思 我們看一下裡面 他裡面的話呢 他有做乾濕分離 又有開窗 所以說這個乾燥性很好 那他有一個免治碼頭 又有一個小便頭 所以說是非常完整的一個 一套設備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邊 當然就是客廳的空間 他把它做得非常的溫馨 很有質感 回家就有點像 要去度假一樣的感覺 這個沙發其實是它是可以動的 所以如果你看電視看到累的話 可以睡一下 我再把它做回去 我去賣場的話很喜歡做這個 所以我知道這個沙發是這樣子 好 這裡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軌道 它是有這個 互聯的 所以它算是開放式 因為現在小朋友的話就是 還小 所以小朋友住這個 住這個位置 那爸媽的話就是在辦公的話就是這樣 這樣陪他這樣 可以看到裡面這個空間 它其實可以雙人床加大的空間 就是這個位置 不然這邊也有櫃子 所以說它的使用上是這樣 只是因為現在有小朋友的關係 而且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主握 因為有小朋友的關係 所以它就是弄一個單人床給他 這是他的一個遊戲空間 然後我們看到這面牆 這面牆的話 因為我們屋主覺得說它的室內空間有限 所以它是直接用櫃子 來當做隔牆 可以省下牆壁的空間 不管是用細酸蓋板 還是用什麼隔 那再怎麼樣都會有一個隔牆的空間 我們直接把它省掉 直接用這個 櫃子來做 區隔 好 現在我們先來看主握的部分 剛才有跟大家講過 這面牆 這個櫃子 就是我剛才有說他們精心設計的隔牆 包含這邊 其實它跟我們廚房的間隔 這邊也是有做一個收納櫃 它這邊有擺一個嬰兒床 不然其實這個主握衛浴在這邊 這個主握衛浴其實也不小 你看這邊 這邊如果要再做一個乾絲分離的 這個空間也很夠 它這個馬桶也是免制馬桶 它也有開窗 所以說可以保持很好的乾燥程度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廚房的空間 廚房它這個是洗碗機 這個洗碗機不是建商戶的 這是它自己額外買的 這個也會留給我們的買方 如果有喜歡的話 其實它都很新 這個幾乎是七層新 其實可以留著繼續用 它這個裝潢 現在我們剛才這個裝潢 我剛才說隔間這個裝潢 它是完全是for這個 冰箱去做設計 所以說它都是很有巧思 空間運用到非常的極致 這裡有電器櫃 不管是洗炸鍋還是微波爐的空間 這裡有一個工作洋台 這個工作洋台的話 它的空間感很好 那它有養龜龜 這好像是夜市買的那種龜龜 我被烏煮養到很大 我偷偷告訴大家 聽說就是說 那個烏龜要長的 會長到的大小 跟那個烏煮的那個尺寸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因為我一個同事 它的烏龜就養不大 所以我們就在懷疑說它 養不大 它的龜龜養不大 對啊 現在來介紹一下它的這邊的地點 要到我們的豐原轉運站 其實騎車才差不多3分鐘就能到了 那甚至更快 有人飆車的話 大概2分鐘就能到 因為畢竟都已經靠近轉運站了 所以說如果要去我們的廟東 就差不多再差1分鐘 就可以到 那我們這個圓環 這邊有很著名的那個圓明園 騎車大概3分鐘 如果要去石頭火鍋 騎車1分鐘就能到 大家都知道這邊的地理環境位置 好現在這個賦予風景 兩房加一個機上車位 目前開架1380萬 歡迎來電預約賞物